一家汽车4S店做广告的时候 少写了一个字 把原本12.98万元的汽车 写成了12.98元 广告刚打出半天 就有一个大爷发现了漏洞 于是来到4S店 非要拿着13元买这辆车 视频中4S店女销售员一再解释 汽车的价格是12.98万 广告打得错了 但大爷不认同他的说法 大爷觉得既然你这样写了 就必须这个价卖 不管女销售员怎么解释 大爷都不依不饶 就是要拿12.98元买这辆车 最后女销售员被大爷给骂哭了 还有一位大妈要抢购 现场陷入一片混乱中 不过说实话 这虽然不是销售员的错误 但是店家在打广告的时候 确实出现了错误 也不能怪大爷 对于大爷的行为市民们也众说纷纭 可能有一点是无理取闹了 因为这个12块9毛8和这个车的原价 12万9千8差的是太多了 这东西我认为一个小孩都能知道 12块9毛8能买一辆汽车吗 有人觉得大爷不讲道理 也有人觉得大爷没有错 这样的事情在电商平台也出现过 有一年双11活动店家标错价 拒不发货 最后只是给顾客一点赔偿 那么这次4S店到底会不会以12.98元的价格 把车卖给大爷呢 随后记者采访4S店的负责人 最终4S店贴出了公告 将在有关部门的见证下 将12.98元的汽车卖出 大爷这次真的是赚大了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严谨一些 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正在观看视频的你 对大爷的做法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下期见